影片也傳上去 所以在我們Poto裡面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剛剛加了一個云端白板 所以有些同學忘了那個云端白板入鏡也沒關係 你可以從這邊直接去點擊就可以了 這邊有個連結 云端白板入鏡 所以我們上課的那個App的設計裡面今天是講這邊 你可以從這邊也可以點擊進去 第一個 第二個上個禮拜的影片這邊也有 所以你可以把它點擊進來 這邊都會有我們上個禮拜 上禮拜講的基本上就是2006的App 但沒有講完 今天的話就把它接著講 所以今天主要就把206的App把它全部講完 另外呢 當然其他如果有關那個App設計相關的課程 其實每一次這邊都有 所以點擊進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邊像 再來好像期中考之前呢 我們主要是講那個什麼 修改那個步行主題的部分 所以後面呢 假如206部分我們做完之後 我想修改那個背後的顏色部分 我就不再重講了 你們可能就是自己針對之前講的東西 自己再把它稍微加一個顏色上去 因為現在我們還是最基礎的顏色 所以如果要把它改成其他顏色的話 那請各位自己再加一下 也許不要單純只是什麼黃色 藍色 黑色這種 還有什麼銀色 如果你希望更多彩多姿的顏色的話 那請各位也許把那個之前上課的東西 再把它自己再加上去 那接下來我們把那個相片欣賞這部分 把它講完 那總共會有4個page 那這個4個page 我希望點擊這個 這一張圖的話 他能夠幫我秀到3-1的頁面 可是3-1頁面我沒有的話 那我當然現在要把它產生 所以產生的方式 我之前講過了 要不你又重新 從那個JQuery裡面有一個插入頁面 但是這個可能要重新新增 我覺得這個比較麻煩 那比較快的方法是什麼 直接去找到我們的哪一個頁面呢 你就找一個 找一個相似的頁面 可以來做修改的 也許我乾脆拿這個頁面來做修改好了 裡面把那個list view拿掉 把它放一張圖就ok了 一樣可以有一個home 一樣有個下一頁 變成只有下一頁啦 或者說乾脆 改一下 也許我乾脆有一個改成上一頁 這邊改下一頁 也許把圖示改一下 那要怎麼 當然第一個我先找範本 那找的範本是這個相片欣賞 所以怎麼樣找會比較安全 你可以往下找 先找到那個叫相機 跟這樣應該是 像哪一個 這個 照片欣賞這一個 那我的習慣是找它的標題上面這條線 大標題上面這條線按一下 這樣子的話呢 它會整個page全部選取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整個選取呢 其實你也可以看左邊的部分 它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這一條線選取的這個地方 它一定是id等於page3 那開頭是div的話 結束也是div 那也就是這個地方是開頭 這個地方是結尾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一段複製之後貼到底下就可以了 所以貼到哪裡呢 也許你這邊按右鍵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再把它這個地方貼到底下 按右鍵把它再貼 或者Ctrl V也可以 那貼上之後呢 記得貼上的範圍在這裡 它一樣是page3 有沒有 所以你把它改什麼page3-1就可以了 那裡面的話呢 也許你就把這個上面的名稱 改成第一張這個標題部分 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的名稱 Ctrl C 然後呢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 下面這個 3-1把它改成 我們的那個相片的名稱 01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的超連結 所以這邊應該基本上改 改完之後 另外其實就是目前看到這邊 那你也可以直接就從這邊來改 點這邊一下 第一張 然後呢 把裡面的list view部分刪掉 因為我們希望把裡面這個list view UL到UL這個範圍 把它delete 或者你直接從這邊delete 不過從這邊delete 有時候會刪不乾淨 你把它刪掉有沒有 你會發現 其實它還有UL到UL 那頂多你把它back一下 我看一下 這邊再刪掉了 不過裡面好像還會多一些 點過來就沒有了 那沒關係 或者你從這邊把它刪掉 然後呢 拖拉一張圖過來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那一張圖 你會發現在這裡 太大的話 請你把它自己再縮小一下 比如這個地方 把這一張圖 稍微再把它拉小一點點 這樣 大概這麼大好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產生第一個 第一個之後的話 那第二個第三個 其實它有類似 我們先demo一下看一下 照片欣賞第一張 過來就有了 當然呢 再來需要改什麼呢 改上面這個圖 這個我希望改成 一樣是箭頭 但是我希望是向前 這邊一樣改 改什麼呢 應該是向左 一個向右 所以如果要修改這兩個按鈕 那我可以怎麼樣 再切回我剛剛的這個地方 那一樣是找到我現在的那一張圖 那一張圖在哪邊 在這裡 OK 是這個圖 那基本上改的就是改這個 HOME的這個圖 所以你可以點選什麼 HOME 有不要把它放在HOME上面 然後呢 修改的方式就是它的 icon 本來是HOME 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箭頭像什麼呢 向左 左的話是LAPS LAPS的第一個單字的話 就是有沒有 就這一個 其實它沒有加LAPS 不過它加的是第一個單字L開頭 所以這個是向左的這個箭頭 所以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另外一個NAPS的話 本來是向下 把它改成什麼 向左 一個是L 是向左 R 是向右的箭頭 那改完之後的話 還要改哪一個呢 改那個超連結部分 那超連結部分的話呢 那如果我要回應該是上一個的話 就是左邊的話 那我就把這一個這個這個名稱把它連結到什麼 等於是我的Page 那因為它現在是3-1 所以你把它連到3-1 就是3-4好了 上一個嘛 你就3-1 上一個就3-4 再來3-3 倒過來就對了 Enter一下 然後呢 下一張這個地方的話 你把它改成什麼 Page 下一個3-2 我的邏輯是這樣 就是它現在是3-1 當我按下向右就是3-2 3-3 一支類推 那再來3-4 3-4沒有了 再回到3-1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一篇這個的話呢 是什麼 是把它再3-1了嘛 就3-4 一支類推 3-3 3-2 3-1 OK 大概我的邏輯大概是這樣的 那剩下來就是這個名稱 其實這個名稱 改不改都無所謂 如果說你希望它原來叫Home 你把它改成什麼 Labs L-E-F-T Labs 然後Nets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Right I-G-H-T 那這樣的話呢 點過來 你會發現有一個Labs 有一個Right 我們試一下 及時一下 照片欣賞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點擊第一張 看一下 它這邊有的箭頭 Labs 這邊是Right OK 那基本上我們做出第一個 那個第一張3-1之後呢 那其實其他3-2 3-3 3-4 其實可以怎麼樣 拿這一個當成範本 來做複製貼就好了 所以最後的話 其實怎麼樣 把那個3-1部分 先選取一樣這個page 那一樣怎麼樣呢 把它複製一下 所以做法跟剛剛也是雷同 把它貼 我習慣按個Enter 因為我發現同學有些時候 很容易做錯 那你可以把這個改3-2 然後呢 Title部分也是3-2 那圖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直接改了 因為它的 點JPG 直接改2就可以了 然後像 上一張的話是變3-1 下一張的話呢 變3-3 反正這個地方大概改完之後 其他底下應該就ok了 那你如果 save一下 存檔Ctrl-S 其實看一下 一樣照片欣賞 這一張都不ok 有了 然後上一張 沒問題 下一張 沒問題 不過現在下一張沒有了 因為我們3-3還沒有 那一樣的方法 所以以此類推 3-2做完之後 Ctrl-C 再一樣 怎麼樣 再把它貼到它的下方 我需要Enter兩下 等一下 是不是剛剛複製 再一次 複製的話呢 記得就是整個選起來 這樣選 它一定要選到那個ID 等於page3-2 把它Ctrl-C 然後一樣把它Ctrl-V貼上 貼上之後 這邊改成3-3 然後這邊改3 因為它的名稱是變第三張 然後這邊的話 變下一張是4 上一張的話是2 然後底下的這個圖檔 把它改成第三張 其他都不改 所以再來最後一個 3-4 3-4一樣 PageID等於4 然後這邊的話改成4 所以底下其實 你只要做出一個範本之後的話 那其他 就直接用改了就可以了 3-3 剛剛是3-3 這邊應該是3-4 下一張的話就3-1 上一張的話就3-3 然後其他圖檔的話呢 把它改成第四張 大概是這樣邏輯 其他都一樣 Safe一下 我們去一下如果錯 當然就再來改就可以 照片欣賞 如果是第一張 他的下一張 就是第二張 第三張 第四張 再再來就第一張 所以這個方向應該沒問題 再來往前 第二張 第二張 第一張 再來應該是第四張 沒錯 所以這樣的話你可以 一直有點做什麼 做那個相簿的味道 所以其實利用類似的這個範例 你也可以在很多地方應用 只要是要秀一些圖的話 通通都可以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大概做出來結果 我大概希望什麼 點擊 然後一張先秀出來 然後下一張 上一張這樣的效果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